大家好 那这期呢 我们讲一下 就是中国人和吴越人之间的关系 众所周知啊 就是在上个世纪 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比如说是贵匪吧 利用了布尔索维克的利利亚 然后逆向殖民了很多地方 就是包括现在住下的很多地方 其中就包括我们吴越 当然 我们吴越人不是被什么 中国人这种小别山给打败的 当然他们是用了布尔索维克的力量 就是前苏联的军援这些东西 那你说这是一个历史上的一种恩怨 那我们吴越人当然是对中国人 是非常讨厌的老欧 他们这种人在我们看来 就是中国人做出非常奇怪的地球生物嘛 无法沟通 那么 刘尊总是要说 历史上 历史上这种吴越和中国到底有什么关系 那 我们推 一步一步一步往前推嘛 就是在在 在 布尔索维克的匪区占领区以前 就是大清帝国 大清帝国的话 其实是满蒙的殖民嘛 但是满蒙之 是满 满洲殖民 蒙古是原帝国的殖民啊 我们先讲清帝国 清帝国它是满洲殖民嘛 他对于满洲殖民者 对于 三越一带的百越人 他是他是非常就是 非常松散的这样一种 管什么 就是说 你你大酋长愿意自己管理 就自己管理 他这这次就 怎么说呢 就是啊 就相当于是 相当于是 生攀一样的这种感觉 他不来管你 就不想来管你嘛 反正语言也不一样 文化系数也不一样 那你就 哦 你们有自己的大长老 或者说你们有自己的 这种 非常尊敬的宗教也好 文化也好 非常尊敬的这种首领 那你们就自己管自己嘛 就五越人也是这样 就是 不只是五越 五越明越 三越 就百越的这代人 都是这样的 三地民 都是这样的 就是 嗯 自己管自己吧 我们也不来管你 你们也不要管我 就是这样一种关系 往前推到原帝国 原帝国的时间比较短 好 原帝国其实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这个教科书上来看的话 他 呃 疆域是涵盖了很大一个区域 对吧 其实 其实并没有到我们五越 都 或者说到我们五越 也是这样 就是什么概念 就是路过的概念 就是 就是并没有殖民 殖民我们 或者说来 怎么样 呃 产生一些瓜葛嘛 就 就路过的这种概念嘛 就是说 呃 所以 再往前推到唐帝国的 鲜卑突厥人来 也是一样的 就是都是这种路过 或者说最多最多 也就是各管各这种概念 直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现 就是说 呃 这些这些地痞流氓 市的这种人物啊 他 呃 无产阶级造反嘛 都是都是这种概念嘛 他就是 他无产阶级 他有一种冲动 就是说 他想要 他想要把 他想要 呃 就是 龙奴翻身的这种冲动嘛 他总是想要把 曾经 把他踩在九条架的这些人 啊 倒踩一把 就是这种 这种非常 就是跳上地主小姐的牙床滚 这种概念 他 他 无产阶级都有这种冲动啊 所以 说来说去啊 就是说 吴越人 到底和中国人 有什么关系啊 那唯一的关系就是 没有关系 吴越人 吴越人 中国人 中国人 我们 吴越人 你们 中国人 OK 中国人 和吴越人 就是 没有关系的关系 唯一的关系 就是 没有关系 好 这期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啊 请不吴越人